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演唱了歌曲《红梅赞》 这首歌是首红歌 同样也是一首公益歌曲 为此肖战重新翻唱了这首歌 而且还将自己的心得写了下来 与大家分享 说出了自己与这首歌的故事 也激励粉丝 遇到困难不能放弃 勇往直前在路上也是十分正能量 这首歌曲《红梅赞》 也唱出了肖战的心声 所以很快变上了热搜 文汇报还刊登了肖战写的文章 重敬男孩肖战 我把心中的红梅赞唱给你们听 肖战将自己的心得体会分享给粉丝 而且该文章处处体现了肖战对于家乡 以及祖国的热爱 也足以可见肖战内心的真诚与热情相待 肖战的魅力是很强大的 不仅吸引了喜欢自己的粉丝 文汇报也已经不止一次的赞扬过肖战了 曾经肖战跟粉丝私底下就做过很多的供应 也得到了很多家的媒体朋友的认可和赞同 由此可见肖战不仅在演戏方面多得好 就连公益也是多得极致 这才是真正可以粉的爱豆 没错了 肖战和粉丝一起致力于公益事业 不仅可以看出偶像在认真努力带领粉丝做正确的事情 而且十分正能量 甘肃省青年社会组织联合会 乡村振兴专委会 邀请了肖战和粉丝组织助力兰州百合 帮助农民们销售了60多吨百合 因此还受到了甘肃省多家媒体电视台的表扬 粉丝和肖战也很欣慰吧 其实偶像和粉丝是不可分的群体 两者相互理解相互帮助 都对其自身的成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当地的居民在肖战和粉丝的帮助下 成功的卖掉了一千多框的百合 这个数量虽然不多 但是是爱着他们的人的一份心意 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喜悦的 是开心的 在明星效应下 农民很快的就解决了眼下的困顿 不得不说 肖战跟他的粉丝做的真的很棒 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作为明星的价值和意义 也证明了什么是偶像的正能量 其实肖战对粉丝的积极作用 远不止这一些 但是随便的做出一点 就足以让人感动了 作为肖战的忠实粉丝 看到有人站在客观的角度上评价肖战 且能够认可肖战 真的是值得开心的 这也是对肖战和自己正能量发展的一个祈祷吧 肖战虽然经历了一段困难的时光 但是好在肖战自己挺了过来 不断的改进自己的做法 认真的引导粉丝 所以网络暴力不应该去毁到一个人 更不应该去暴力那些没有做错事情 而且立志投身于公益之中的人 而这个多元化的互联网的社交平台 应该像肖战一样 做最有意义的事情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的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